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向东 现在中美关系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我的观点是觉得中美关系还是有可能缓和的 现在国内出现了一些人物,比如张维维啊 他认为美国没有文化,没有素质 现在是中国给美国立规矩的时候了 还有的人就是更叫嚣着说中美如果开战的话 各死几亿人,中国还有十亿人 就是因为美国人少嘛,美国有三亿多人口 中国有十四亿,所以他就是用那个简单的几何数字来算 就是有很多 中美关系实际上是应该是一种和平发展的那种关系 就是斗而不破 有斗争,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能 不能打破这份关系 你像那个王毅 他现在说的也是一种和平,合作那种关系 合作那种大国的关系 因为美国现在他形成了一种气候 他是世界的老大,是西方的盟主 所以在他的号召力下,他去制裁谁,他去围剿谁 都会起到很大的效果 你看一看,就是大家可以静心的去看一看现实 现实的就是说,谁和美国的关系不好 谁的日子就过得糟 中国在七八年的时候 因为尼克松首先是防华 他是想拉住中国,然后去对抗苏联 当时苏联 所以他是政治上得分的 政治上得分了 七八年以后 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 就是与美友好 与美友好也带来了四十多年来的这种发展 现在的难题就是遇到了像特朗普 这个商人总统 而且他有这种白人至上 美国第一这种观念在 所以暂时遇到了一些困难 所以就泛出了很多那个观点 是吧 与美国去干干干 实际上你说 如果发生战争的话 你这些 你这些人 应该是去当兵 而且只能当兵 不能当官 应该给你派到一线去 还有就是说 拿导弹会要毁灭 说毁灭论的 就是中国毁灭美国的夏威夷 美国的西海岸 然后美国毁灭中国的沿海 上海广东浙江福建 这个完全是拿 人们的那个 基本利益 不做不当回事 可能他自己就是 说这个观点的人 他的儿女就在美国上学 就在上哈佛大学 他自己在美国就有别墅 就有住宅 到星期天的时候 可以到这个海边 到湖边去坐游艇 反美是他的工作 然后赴美是他的生活 就是在美国 变成了一种美好的生活 所以说 很多人是有两面性的 他是踹踹着别人去 而且他就顺着这种风气去做 所以这是很不可取的 中国人是有比较勤劳 比较能赞 比较聪明 比较智慧的话 现在实际上 中国应该是 就是拖一拖 拖一拖 然后这个农产品 第一贸易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还要执行着 然后你像那个拜登 他已经宣布了 如果他当选的话 他会取消中国的关税 中国的就会好一些 而且现在 中国现在提出了 就是智慧这个领导班子 提出了内循环 内循环就是说 以前主要是外循环 比较厉害 以出口为导向型的 经济发展的比较足 现在正好趁这个时机 时机缓冲一下 因为中国现在有五千万 到两个亿的人口 是小康的 所以说有巨大的市场 这就是我的观点 你怎么看呢 谢谢 谢谢 因为我本来给你打了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党 给你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